地牛翻身 架上商品东倒西歪不是被震到 甩落就是一体盆洒满地 这样的场景是不少店家噩梦 没想到还有客人 因此受伤店家挨够背叛行 回到2019年8月8号上午5点多 台湾发生瑞士规模6.0有感地震 新北市震度更高达四级 原名客人当天早上到州河区 某间药妆店消费时 因踩到因地震掉落破裂流出的洗衣精 当场重衰导致右侧宽骨 闭锁性骨折右侧肥神经病变伤害 事由客人对店副理提高 最后法院也依过失伤害罪 判处店副理局已40天 店副理认为当下有将破裂的洗衣精 立起并以其他商品围在洗衣精四周示警 防止消费者靠近并无过失 但法官判定店家明明知道 走道上由洗衣精掉落 却没有疏导客人离开 还没完成清洁前 也应该采取防范措施 所以认为店家得负起全责 5点半发生地震 11点跌倒还没有完成清洁 认为这样的时间已经过长 没有放警告标志更没有封闭走道 这样子的行为 其实是认为违反提供一个 消费安全环境的义务 如今法院判决 原则两个月量刑过重 改判店副理局已40天得一颗罚金 药妆店也表示会加强内部教育训练 后续罚金也会替同仁全额负担 接着城市店张妹子采访不懂